发动自己全面排走一道 今天人来历功 我听人来历功 别说怕人啊 怕人都有可能啊 到我都要等我啦 您正在收看的是 眼球中央电视台 各位好 这里是眼球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 我是主播视网膜 首先带您关心财经消息 以及产业财经脉动 每年大学放榜 都是岛内制造业的关注焦点 但是今年却有建国中学的学生 假冒考上了台大医科的同学 接受媒体采访 这个行径可以说是相当的离谱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名中二生的受访画面 我赞料成绩比较差 就是只有67% 这名嬉皮笑脸的学生 为何会让咱们媒体同业如此的生气 并且引发排山倒海而来的抨击呢 根据友台的同业指出 这其实是因为这名中二学生 竟然企图抢走岛内二级制造产业的饭碗 没有经过媒体业的允许 就自己生产假新闻 这未来是要让咱们的二级产业 如何生存下去呢 恐怕会让二级产业出现史无前例的产业危机 但是看到这里我们也不禁要怀疑 这考试是否真的这么重要呢 退休退伍的军工叫人为何估 我们的生活要不要过下去 不过就是个考试嘛 有那么重要吗 全国公务人员理事长李莱希 面对年金改革抗议 将与国中会考撞棋 跳出来直指国中会考的考试权益 并没有年金改革抗议来得更加的重要 因为 那只是为了一个考试 就不要吃饭吗 不要睡觉吗 可是莱希 你是在骂你自己吗 坦白说 今天这个国家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你考上了又怎么样 这个国家就是考试误国 中华赤化促进党的白狼 就苦口婆心的提醒政府 千万不要看公务员的退休金 以免未来选举都没有办法买票了 我们叫八道自己全面抗讨一斗 今天人来历功 我听人来历功 别说怕人啊 太人都可能啊 到香港等我吧 没有军工要这几十年的辛苦 没有台湾的安定 这些人凭什么赚大钱 凭什么就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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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目前最令咱们中国总统蔡英文女士 最头痛的则是所谓的前瞻建设计划 这项涉及八年总共有8800亿元预算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让各个县市政府无不卯足权力 抢夺资源预算分赃 分配 共同建设大中国 而其中进半的预算总共有4241亿元 将会全数投入轻轨或者是捷运等轨道建设 企图将我大中华民国打造成为全世界最炫的风火轮王国 绝对不是摩天轮王国 而为了这一项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在立法院里头也是上演了许多马戏团表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绝对不是台关 也不是泼水或者是泼咖啡 过去曾经有立委是直接赏对方耳光 也有人直接把议事录全部吃下肚 上演吃纸秀 只能说中华民国台湾岛内的立法院 真的文武双全 而除了家家户户的门口都要有捷运站之外 地方政府也是卯足权力 维护地方工厂的发展 云立省政府在4月17号 再度发了8张的生煤石油胶许可证给来速六清 成功落实绿色执政转弯保证 绿色执政照得癌症的诺言 两年前大力推动浸烧生煤 两年之后中央地方一起支持燃烧生煤 不过活在象牙塔里的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则是提出了报告 指出彰化以及云林部分地区的居民罹患癌症 与六清排放废弃有高度相关 笑死人 居民如果要避免离癌 就应该自己把自己关起来 要不要呼吸 随便你 发展才是硬道理 好的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样 更多新闻 您还可以订阅央视的YouTube频道 在4月28号星期五晚间 央视都封向雅虎TV与眼球中央电视台联手打造 我们将在国立政治大学的综合院馆三楼法学院讲堂与您相见 而5月的央视都封向预计也会在国立成功大学举行 请南部的乡亲朋友们 不要期待 好的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样 再会 最近这几天岛内有许多放荡的媒体 一直不断的传播一些奇奇怪怪的消息 那么希望大家自律啊